在隔壁酒店里边拿到这个感染的这个结果的时候呢 我觉得我还是挺淡定的 这个是我昨天测的是阳性 因为我今天嗓子还是有一点咳嗽 所以说我就没有测 我打算明天再测一下 看有没有转移 没错小伙伴 让你们失望了 不是标题党 我在曼谷确诊 所以说我现在人还在曼谷 离回国前的三天 当时的我还在曼谷的隔壁酒店里边 检查出来的阳性 就是我之前去青来的时候 拜访一个咖啡店客户的时候 我那个客户朋友就跟我说 泰国现在的疫情这么的严重 马上就要回国了 最后这几天一定要注意好防护 结果还是中标了 我回国的那趟航班 乘机前的七天 是要把所有的乘客 都安排在一个隔壁酒店里边的 不能出去 不能叫外卖 每天测体温自检 入住这个酒店的前一天 要去大使馆规定的医院去做PCR 就是核酸的检测 那我检测完之后呢是阴性 当时还是很开心的心里边就在想 哇 终于踏上了回国的路 可曾想最后三天还是中标了 那从感觉出有症状是在隔壁酒店里边的第三天 就是当时嗓子有点干 有一丢丢的咳嗽 当时我可能就觉得是不是中标了 那然后呢晚上就有点低烧 大概就是37度5左右 那天就晚上虽然说睡着了 但是睡得不是很好 身上有冒虚汗这种感觉 那第二天早上醒来之后呢 体温就正常了 大概就是36度5左右 但是呢就又开始有点咳嗽了 虽然说它不是一直咳嗽 就是在某个时间点会咳嗽 就比如睡觉前的 躺在床上的那一小会儿 或者是如果我坐的时间太久不动的话 就会想咳嗽 就一阵狂咳嗽 然后呢又过一天 我的这个鼻子又感觉有点 不是特别透气儿 偶尔想打喷嚏 然后再过了一天 嗓子里边开始有痰 基本上每隔一天 它的症状都会有点不太一样了 那当时酒店里边的工作人员打电话 问我要不要叫救护车 接我去医院 我说不用 因为症状比较轻 我是在国内打了三针的灭火疫苗 当时在隔离酒店里边也没有吃药 我就狂喝热水挺过来的 泰国这边呢 对感染新冠的医生去给你开点药 然后呢你自己就回家自己隔离 就是属于这样的一种状态 那隔离酒店结束的那一天 然后酒店的工作人员送我出去 他们要帮我拉行李箱 我说啊还是不要 因为毕竟我感染了 我们还是要保持这个社交距离 然后呢我朋友就来接我来我租的这个公寓 就是我现在的这个地方 因为我当天还是有点咳嗽的人 所以说呢我就在车上我戴上口罩 我就坐车的后排 那去公寓的路上 我朋友帮我买了一些止咳的药 还有就是新冠的自测的一些工具 自己可以在家里面检测 住这个公寓的第三天 我自测的时候就已经转阴了 接下来连续几天 我又跑了几个医院 做了两次核酸 然后又做了一次胸腔的X光 然后一切就显示正常了 我接到阳性报告的那一天 当天晚上我就立马跟团队的小伙伴打电话 就沟通了一下我们之后的一个工作的流程 因为我们过年的时候大家都知道 我们刚租了一个新的拍摄的工作室 打算今年一定要把我们视频的内容这一块要突破一下 我是期望我们牛小卡这个频道 今年全网能突破100万粉丝 这是我自己设定的一个小目标 所以我们就当天晚上重新又讨论了一下 我们整个一个工作的流程 包括内容方面的一些策划 可能之后都会有一些小的变动 很幸运的是 我们现在是一个团队的一个工作流的模式 所以说在这个期间我们没有断更 就很感谢团队里边的小伙伴 我们共同的努力 因为我们整个团队的一个运营的成本 所以说我们是会接一些视频的推广的 来保证整个团队的这样一个正常的运营 其实我们频道三年以来一直没有去做过商业化的代货 或者是来成立我们自己的品牌来卖产品的 所以说其实大家看到很多一些博主 如果他们有一段时间断更了或者他们不再更新了 很有可能就是他们没有办法去商业化 他们没有收入或者是找不到变现的一个方式 当然我们一定会在这些商业推广 以及我们内容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来做出来好玩的有价值的视频来呈现给大家 感谢大家的一直以来的支持 还有理解 十分的感谢 那之后我要回国的话 我需要走康复者回国路线 泰国的规定是42天在家14天 也就是说我需要大概两个月的周期才能回国 这段时间我会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 来做一些当地的一些内容 如果大家你们有想要看的或者想要了解的泰国本地的一些内容 你们可以留言呀或者私信呀给我们给到一些建议 那最后呢希望大家都注意安全 都能够平平安安的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